《八十門》這部戲真的是很難得 而且我們入圍了十六項 這個是讓我覺得我一定要想盡辦法 不能夠再不來 我其實因為這次比較特別跟我弟弟一起入圍 所以心情算是相當複雜的 但是我們之前已經有講好說誰得都無所謂 我們都會很開心 反正都是禮家上去嘛 那獎金的部分會跟弟弟合成嗎 直接包給他好了 十萬都給他 上次拿獎跟上次拿獎心情流行的部分 上次拿獎不在現場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準備要來金鐘 所以那個過量的運動導致我的腳發炎 那這一次就很小心 做多一點比較關身體有關的運動 腳的就不要太勞累了 所以有一直很期待要到現場來 因為我覺得《八十門》這部戲真的是很難得 而且我們入圍了十六項 這個是讓我覺得我一定要想盡辦法 不能夠再不來 一定要來一定要來 那老伯有沒有想說給你怎麼靠賞 因為你的錢都給你低點 那你老伯有時候要給你什麼特別的 我給他愛啊 那你只要就是明晨剛剛也有說 其實他就是你跟韋妮就是也是差距很近這樣 可是你是第二高票 對 你是第二高票 謝謝 還贏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金鐘獎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福利 然後還可以跟這麼厲害的女演員們一起競爭 我覺得韋妮很不容易 我也很煩了 你自己想吃飯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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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要犒賞你自己什麼東西 你不是三天沒吃飯了嗎 吃飯吃飯 我不是已經吃了一盤炒飯那種東西 現在很想吃熱熱的東西 對 我想吃熱騰的東西 然後 我想跟哥一起喝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導演的下一部作品 當然還是綠鎮的一個素在裡面 但是這次想要做新的東西是復仇 就是綠鎮居家復仇 以真實的按鍵做原型去發想 那 跟巴斯門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類型做一個新的榮物 寫小說其實我個人 寫小說其實我個人 不筆寫我們 不費字幕看一下 絕對 沒有 我們吧